大家好,我是贝贝 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在这里,我先体现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是神奇的一年 因为这一年上映了很多精彩的电影 作为一名恐怖电影解说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让我好黑哦的七部电影 仅代表个人观点 第七名是来自徐珍主演的悬疑惊悚编 幕后玩家 我求求你了 快把账户密码告诉我 在我们的印象里 徐珍可以说是个行走的大灯泡 走到哪儿,亮到哪儿 因为囧系列的电影 让我们一直以为他是个无厘头 而在幕后玩家里 徐珍开始了大变身 不仅换了发型 而且还扮演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成熟男人 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他 本来就是个不愁吃不愁穿 家里还有漂亮老婆的亿万富翁 可惜人的欲望总是填不满 他喜欢钻路动 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商业诈骗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就在睡梦中 他不知不觉遭到绑架 被囚禁在一个密室里 摄像头360度无死角的监视 每天被胁迫 做出各种丢要尊严的选择题 只有做出这些羞耻的选择题 才能获得暂时的自由 就好像定期军魂般让人生不如死 后来又上映了真人版密室逃脱 好不容易逃出了密室 才发现凶手挖入一个更深的坑 自己的好兄弟竟然是陷害自己的凶手 终于找到凶手了 却发现真凶另有其人 真始至终都有准备幕后人 牵制操控者的感觉 这部电影最吸引人的 还应该是他的封闭空间的题材 网上好多人都说这部电影很垃圾 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好看 密室逃脱的形式可谓十分亮眼 而且国内这种学艺篇本来就少 不错了 第二名是根据史蒂芬精小说 手机拍摄的恐怖片 夺命来电 该片讲述一个突如其来的世界末日 只要用手机打电话 就会变成丧尸的故事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 人人都难以自保的环境下 有这么一个父亲 依然惦记着自己的老婆孩子 凭借自己对亲人的执念 逃过重重苦难 但能看到自己的老婆已经变成丧尸 内心的和充满求生意的心 还没有放下 他不顾别人劝说 闯入了那个死亡之地 当他亲眼看到儿子已经被感染后 他再也没有力气去挣扎 也变成了丧尸 这部电影除了主题之外 场面也很宏大 丧尸们从大嘴发动呲呲的声音 就好像在接收信号一样 相同的表情 相同的动作 数以外境的丧尸 围嘴做信号塔 灾难感十足 尤其是火烧丧尸那段 简直牛叉到爆 影片中 上师也不同意其他电影那么血腥 而是通过动作 神态来呈现其属性 且更加真实 最出彩的 就应该是这个题材了 通过手机让人中毒 表明人类对手机的依赖 也如同影片中 行尸走肉 呼吁大家回归自然生活 不错吧 第五名 是来自国内的一部犯罪选音片 它就是豆瓣8.2分的 暴烈无声 看完这部电影 我的心一正颤抖 真的 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国产电影了 看完心里真的有一种恐慌感 它将不同层次人物的心里 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而且结局特别出彩 我相信 此片已经会成为 颠倒一口声的必看电影 片中的男主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此人生爱与众不同 他不畏强权 重情重义 更是一位好父亲 和夺冰来天一样 都是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 不同的是 他面对的那些人 要比光辉哇哇乱家的上师 复杂得多 里面 连着锦旗 受着爱的大老板 看似好人 面对亲爱角色的男主 也是以礼相待 殊不知 他就是个流氓 不仅非法霸占土地 还通过收买生态家属 为自己减刑 电影的结尾 更是让观众一阵惊悚 本以为大老板和孩子 没有关系 谁能想到 一个孩子的话 却暴露了整个真相 画上 一个人带着一支弓箭 射死了一个小孩 妈呀 神结尾 你们说对不对 第四名 来自国际巨星 李冰冰主演的 巨齿沙 他讲述了一场 精简刺激的深海冒险之力 一个国际海洋科研项目座 发现未开化的新世界 也惊动了死前举手 巨齿沙 由此引发海洋灾难危机 详细看过这五影片的小伙伴们 都非常的兴奋 的确 在影片中 有很多独特的看点 这些都将给我们带来 强大的视觉体验 影片仅仅是在开始的不久 就来了一波高潮 而后更是高潮一波接着一波 对于人与巨齿沙 搏斗的过程来讲 这并不是以自信的战斗 而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因此 我们在片中可以看到 从一开始 大家对巨齿沙的疏忽防范 到之后一步步的警惕与斗争 对于巨齿沙这个生物来讲 它无疑是片中的冷面杀手 从它的攻击到报复的过程 我们可以感受到 那种庞然大物带来的恐惧感 与此同时 片中的主角 在与巨齿沙斗争中 展现出惊人的胆识和智慧 在这波人杀大战里 视听效果可以说是绝佳的 同样 它所塑造的深海世界 也是格外的引人入胜 对于巨齿沙这部电影来讲 它带给人的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演员的演技也是全程在线 李宥斌和杰森斯坦森的全新组合 也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一部爽片 去影乐里享受尖叫 绝对是没错的 第三名是一部穿越的恐怖片 继日快乐 讲述了一个性感大美女 无限穿越轮回 怎么死都死不掉的恐怖片 当你每次睡觉醒来 都是一样的沉浸 你会不会被吓哭 这个创意非常好 和恐怖游轮差不多 不过各身层次的一点就是人性 你就初次苏醒的时候 发现自己睡在男寝 找到自己的衣服后 不慌不忙的随意离开了这个地方 不仅没有爱心 暧昧对象也是很多 屋里的他更是让别人不舒服 最奇葩的是 竟然和自己的老师有一腿 如果一切都好好的发生的话 这最多是一个生活比较糜烂的大学生罢了 到他被杀后 一次一次的醒来 每次醒来都有不一样的发现 就在他第八次醒来的时候 高潮终于来了 女主上是顿悟人生一样 变了个人 热心的天气制约者的宣传表格 甚至把枕头给即将晕倒的同学垫上 敞开心扉和父亲见面 消除了父亲的隔阂 他从最开始对旁的莫不关心 一次次进行了改变 最后开始主动帮助别人 整个轮回的过程 就是女主自身成长的过程 不断的重生与死亡 让女主真正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也改变了她对人生的选择 另一个亮点就是这个杀手 每次看到戴着面具的杀手 就有一种凉瘦瘦的感觉 面带笑容却又心狠手辣 真的不错 第二名是一部非常深憾的科幻惊悚片 《阴灭》 五个女汉藻为了拯救人类 来到了全新的未知地带 殊不知 这里已经受到外星人的感染 得到变异 环境诡异又统一 斑斓的大片真菌 与腐烂的躯干 蔓延在泳池墙壁 长着鲨鱼牙齿的巨鳄 和会模仿生意的大雄 失去希望的女人 长作一棵人形的树 这惊恐的现象 与其看出是外星人 对地球的基因入侵 更像是外星生命 与地球的一次相遇 那种茫然失措的感觉 仿佛让人像个气球 漂浮在空中 控制不了自己 最后登场的皮固外星人 竟然是人类的复制体 给人的感觉还是挺新鲜的 恶心中带着点诡异 诡异中还有一点美感 第一名是我最喜欢的恐怖片 《寂静之地》 这部电影台词没多少 因为只要一出生 就会有人为怪物杀死 全屏看的人是紧张刺激 坐立难安 实在是一部很棒的恐怖片 人类濒临灭绝 这些怪物根据声音 对人类猎杀 唯一保持安静才能生存 片中 一家人不得不通过手里进行交流 避免一发出声音而被怪物猎杀 最危急的时刻 一家四口 或是屏住呼吸 或是沉默奔跑 没有炸炸呼噜的尖叫和失措 接着在电影院看的时候 都不敢把包米花咬出声来 其中有一场戏真的牛逼 母亲几张产子 恰逢怪物闻声而来 强忍着分威的痛楚 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的母亲 已经忍耐到极限 汗水和泪水在面庞上交织 而此时 怪物已经感受到了吸血动静 一步步上它靠近 女主躺在浴缸中 表情扭曲 痛苦半分 却强忍着不敢出声 着实让人捏一把汗 表现真的太赞了 这部电影是真的好看 扣人心弦 每一秒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好了 2018年恐怖电影盘点就到这里了 喜欢就关注哦 拜拜